唉 去的昨天咱们的民航也发生了一件事 也就是单望空的两架380退役了 这个可以说是民航界的一个图标新闻了 但是这一时间的热作就被乌克兰 罗斯那边的占助所盖住了 果然还是有很多飞机民小伙伴去到了广州的运机场 给这两架飞机进行了一个送行 我在WC也做了几期视频来纪念他们 相对的意思呢 很多小伙伴比较关心这两架飞机与步何去何从 会不会面临被直接的命运 嗯 我开始认为呢 目前不会 最近这两架飞机已经才十一年 这里是半年了 要知道一架客机 最长的赛特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呢 有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公司托卖过去 当作一个祸器 过那380从过期的客机来说 被当过祸器的这个秘密 可能性为零 所以这件事呢 为什么呢 我们稍后再讲 很多伙伴比较好奇 退以后的380呢 将和其合同 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移民 还有一件事 退以后的380 为什么要去美国 为什么不期待咱们中国 今天呢我们就这三个问题 进行讨论讨论 在这个视频开始前呢 还请新来的小伙伴 广播点个关注 现在呢我要说到 已经代表对人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如果是觉得我说的对 那就帮忙点个赞退了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或者是要补充的呢 大家可以在批评区进行一个补充 毕竟他们也不是专业的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呢已经三80年代 才十一年的时间 这个年数怎么说呢 如果是关注人的话 可以说是政治过年哈 可是为什么呢要提早 把这两家最近给推移呢 而且啊 剩下的那三家三80年 仅仅也会全部推移 380呢 会不会是这样 为数多的超大科技 它的精神长度达到了 72.75米 1.70.75米 在分散布局的情况下 可以升到500多人 如果全部分的经济场 可以升到800多人 实际上呢 一期经济那个 也就是有波浴出的机了 不过能通通呢 加上一期间 开着引进的这个380 那个时候啊 380的东西可谓是相当高 一开始呢 大家对这个胖子 也是充满互望 男孩也是为380 早日实现营运 那段 男孩也没有一起找到 一个立下的航线 其实也不是说 没有找到一个立下的航线 广州到北京的这条航线 可谓是黄迷航线 南方公把380做入这条航线 也是希望能够用380 早日实现营地 可惜啊 早期的一大航线 并没有为男孩带来营地 也处于亏负大台 直到2015年呢 南方为他执行的一些国际航线 情况再有所猴热 开始实现营运了 可是好几步长 回来就一切了 就蔓延全球 全球的这个航线 都说得入场 南方也不提外 再加上了 这个380 他情形巨大 对这个技巧要求过高的情况 他的这个行业 远延不及后来的这个空客380 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 南方公交由B636 和B636 和B637 两家空客380停飞了 其实啊 大家一开始都预测到了 这个380 只是啊 没想到这个退出的时间 能够这么早 说实话 这个南方380 作为一个迷人客气啊 他的身材还是相当不错的 很多承诺过的他的小伙伴都说 听到萨巴尼亚做的有十分的书籍 而且啊 加上他这个把旗外观 可以说是大家对他好聘一致 但是啊 他出了出来的目的啊 却是用来服务于市场的 好公司嘛 毕竟也都不上 对吧 当他一直不能为好公司关钱 那是我说实话 他确实一退一步要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这个萨巴尼亚以后 会不会变离被移之间的运用 我个人觉得 暂时不会 毕竟嘛 他会服役十几年 也不过实际吧 那之前呢 我感觉太浪费了 每天一家萨巴尼亚 这个招架 已经弄到了几十亿美金了 这个问题呢 也是广告有点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退一后的萨巴尼亚 要分析美国 要到美国再编冲存 大家都知道的是 在美国有两个世界文明的飞机飞机 分析 专门用来停放了 退一后的各种飞机 其中呢 一个是位于美国 央理方段州商务区区的 这个呢 也是美国随道的飞机分析 不过 这里存放了大部分 都是空军飞机 还有一个呢 这是美国加州的维多利亚梅尔机场 这个机场呢 人家听话呢 就是银行客机了 然后退一到这两天三百年呢 将来也会停在这个机场 至于这个三百年 为什么要回去 美国停在这里呢 实际说白了 这本美方呢 促进比较便宜 停在这里比较划算 而且啊 这个地方会有上过地区 气候比较干燥 飞机放在这里呢 就其实不容易起这个枕子 也不是光运起这个枕子的 就是不如一杯浮湿嘛 而且啊 我湖湖湖间还没有上了大的 飞机分析 以后呢 停满了三百年这种大型的客机 所以说呢 康姆斯经营成本可立 不得不加那个飞机 进到那边去 三百年呢 作为一款没有客机 实话 它的名声是不错 但是呢 我感觉啊 它并不是一款成功的客机 因为它造型的点 也没有达到 也知道 三百年当时造出来的时候 是为了竞争七十七的 但在国际的七十七也都提款了 如果七十七啊 它那个四百年当时之外 很多人还能把它改造成一个墨西 这个三百年吧 和这些这个东西 怎么办 以它们想起吧 不管怎么说呢 虽然我们很依依不舍 但是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希望呢 特意过的这个三百年呢 在那边过得好好的 我感觉啊 说明哪些这个事情需要了啊 这个三百年说明 又飞回来了 又继续拉克 当然吧 这个短暂的时间这也肯定是不会的 希望有一天 跟它有肺炎的事 就为一个 五百年提名呢 我只能说深圳的祝福吧 这个再见我们就会说的 实在是说不住他 因为你不知道这 情是结局 你不追了生过的梦 我会心来 你忘记我忘记 因为你不知道 你也不会知道 这有一天 我不是说不懂 就是这样的 你不追了生过的梦 我只是一夜 一个人 有情细 你这次 我只是要不喜爱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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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剪情是他最后一句